石頭屋 這上面是雙乳豐 上面給大家看,有一點點黃黃的地方 就是金針花已經開了 我現在所在位置是海拔大概一千公尺的台東的山上 石頭屋頂的地方,現在要來看看 這是在做什麼,這是要 這個要蓋屋頂的喔 蓋涼亭阿 這樣喔 它這個叫菜瓜棚阿 菜瓜棚 對,菜瓜棚,就我們在菜瓜棚下面 乘涼阿,這叫涼亭阿 所以叫菜瓜棚 後面 這裡要去家鄉 剛才說,要說金針山的故事 太好了阿,要蓋涼亭阿 要蓋這個涼亭阿 那邊阿 要用那個,這裡的墊子 這邊有竹子這邊砍阿 然後這個叫泰瓜棚阿 這邊有種百香果阿 唉唷,真好阿 但是風太大了齁 然後它吹掉,因為風很大,它就透氣 它不會翻 這樣喔 對,它不會翻 所以,我那邊就是有石頭屋 因為我自己有怪手 這個也是我自己再來 喔,你用這個石頭,你自己再來喔 對,我自己的石頭,我自己的車子 自己有怪手 阿,我就用人家不要廢物利用做出來 做什麼東西出來 你說這裡 氣石頭 氣石頭,這裡的東西出來 坐樓梯 阿,這九頭屋其實是誰的啦 我們自己蓋的阿 我們是誰 我跟我爸 然後找我學弟他來幫忙 阿,先有那個構想以後再來做 不是阿,你說我是什麼意思阿 是公家單位還是 沒有沒有沒有,自己啦 喔自己喔,私人的喔 對阿,私人做的 這個石頭屋是私人的喔 對阿 阿,你為什麼要蓋石頭屋 石頭屋,東暖夏涼阿 阿,你要蓋的喔 公寮阿 喔,這是你算你的公寮喔 對阿,我的公寮阿 喔,這樣喔 公寮,要做什麼工 阿,我就採金針阿 喔,採金針用的喔 我從小就在這邊採啦 喔,這樣喔 我大概念小學 一年級就開始採金針,採到現在 阿唷 然後 我正在蓋涼亭 阿,因為 像這樣很涼 在這裡很涼 就可以在這邊看花 看花 對,這邊都整片阿 阿,這是櫻花嗎 這櫻花,還有金針花 這整片很漂亮 是在台沒開始耶 阿唷,金針也開了耶 阿唷,金針也開了耶 阿唷,你說黑邊那些黃色的那些金針阿 對 等一下這邊 這邊就是金針阿 對對對 這裡就是金針 幾夜開到幾夜 大概 我這邊大概八月份 因為我這邊海拔標高一千一 海拔標高一千一 所以我會比他們慢一點 因為越高越早 越快開花 這四王神的鍋子 然後等一下放到那邊 放到... 放到這裡來喔 對,那個鍋子放在這裡 阿裡面放水 就燒水 就像蒸饅頭把它蒸熟 把金針蒸熟 阿蒸熟就直接曬 噢,這樣子喔 對 因為我用那個冰拿 加粒放著 然後就放著一層一層 噢 然後 那邊有加粒 這是什麼 加粒 加粒要怎麼寫 甘莫 蛤 甘莫 甘莫 這叫冰拿 冰拿 因為它下面是有水 然後上面鋪金針 一個大概放到九斤左右 然後 放那個 棍子有沒有 把它一層一層再疊起來 然後放兩隻 然後一層一層再疊 疊很高 疊很高之後 以前用反覆蓋 用那個沙袋 就像蒸氣筒 像吹氣球一樣 然後就把它在裡面蒸熟 蒸一個小時就好了 噢 所以金針就用蒸 蒸好就直接曬了 噢曬了 所以 它金針一定要經過殺青 殺青這個動作 殺青 還沒有在殺青 這樣可以 啊 十千不要給它開花 十千不要給它開花 因為你金針采下來 它還會開花 你今天采 那個明天會開花的 你現在采起來 你給它放著 明天早上它還是會開花 因為它組織細胞便沒有被殺死 嗯 啊所以 你必須把它用蒸的 以前最古早是用蒸的 啊蒸的方式來蒸 但是因為比較麻煩 啊沒有人願意再做 嗯 啊後來我現在恢復 以前最古老是用這個方式 就是用水蒸氣去蒸它 啊後來你看到那蒸氣筒是 第二代 這是第一代 噢第一代 最早的時候是這樣 因為它沒有做到鍋爐 因為鍋爐它必須要鋼鐵 然後把它 要有壓力 壓力 啊最古早是像這樣 在地窖這樣方式 然後這樣燒 啊把它蒸熟 蒸熟就直接曬 嗯 啊所以但是 它這樣是最 最自然的 而且它沒有添加任何的 一些鹽樹 嗯 它只有水 跟金針 煙料 然後蒸出來就直接曬 烘乾 然後做出來 所以它是最安全的 是 因為 大概到七零年代的時候 後來 這個是先開始 後來這種方式 完畢以後才用 鍋爐 就像快鍋 把水煮到一個壓力 然後把氣法打開 蒸熟 嗯 所以它真正後來 這是第一代 後來那個才是第二代 這大概四十幾年 民國四十幾年 都是這樣做法 噢 所以這是煙沖管 排煙出去的 噢你這使用 因為它有點掩飾 而且它不要說 因為它這個煙沖管 我怕會燙 我怕人家燙到 嗯 這不是三碗膏 蛤 蒸巨桶 就像快鍋一樣 煮開水 它這裡 它這裡有兩個 它這裡面一個玻璃管 這裡一個玻璃管 透出來 因為裡面要有水 如果你空桶會爆 所以當時以前的這個 它是一個壓力鍋 嗯 壓力鍋它一定要有錨釘 這種的 比較能承受到那個壓力 是 所以我那時候就收集了一些起來 然後這個有 就是兩支玻璃管 玻璃管和水位 裡面絕對不能空桶 空桶的話 它形成壓力會爆掉 所以以前金燃山也有 鍋爐爆炸 飛了一兩公里這樣 這樣喔 這個鍋爐呢 這麼重 這很重 問題它是它壓力 所以這個是溫度計 這邊是燒材 因為有時候它燒重油 有的它還有洞 所以它這邊透氣 所以這邊是那個 它這裡有一點點 埋在地下 地面下 這是埋在地面下 所以它下面要放那個 就是 黃火磚 做邊邊做出來 所以 我們這個氣法 冷水 這邊是冷水進去 冷水從下方進去 然後 熱水的時候 從這邊弄一個氣法 它那邊 有熱水打開 然後 旁邊這邊有熱水 熱空氣上升之後 把氣法打開 金燃就像放在那個加粒上面 跟別的臉上 蓋住 然後 管子放進去 然後把它吹 蒸 就把氣法打開 你就可以儲存 直接用 這個字 裡面是蒸氣 這是水 讓它形成壓力 其實壓力把它氣法打開之後 就是把金燈蒸熟 哦 因為 以前 那個金燈 金燈它含有秋水鮮鹼 它本身有含有植物鹼 跟芋頭是一樣的 嗯 芋頭有沒有 芋頭它你不能生吃 生吃以後喉嚨會癢 金燈你這樣直接生吃也會癢 因為它含有秋水鮮鹼 但是它沒有像芋頭的植物鹼這麼重 所以你必須把它煮熟 芋頭你把它煮熟 你就可以吃了 金燈你把它蒸熟也可以吃 但是因為金燈有一個特性就是 你今天才像你沒有經過這個殺青這個動作 它明天還是會開花 所以我們必須殺青 對你在晚上十二點以前要把它蒸熟 你沒有把它蒸熟 沒有把它殺青這個動作 但是如果你用草的它就會爛掉 所以你才要放在靜置放著 然後讓它蒸熟 你用草它就整個因為翻滾會爛掉 所以我們必須放在架子上面 然後把它純粹蒸熟 蒸熟就直接塞 所以它才一條一條的 用草它就會爛掉 所以這是以前最古老的 最早台灣的金燈歷史 這個過程先演變過 大概到七零年代的時候 因為大家已經用 用蓋的蓋習慣以後 發現說金燈以前的金燈 這個白色的金燈 白色的金燈 不是黃色的 以前剛開始做的是白色的金燈 然後你以為是說白 結果你有時候天氣不好 它有點點會變黑 所以有人就用一點點方式燻一點點硫磺 燻一點點硫磺 燻一點硫磺 它就更白了 不會因為天后的關係 然後那個變化 所以它金燈就白 人家就是 就是它歡啊 或者是中盤上 它就喜歡白 後來就燻了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 我們一個國家標準 訂一個標準 後來就 有人就開始用燻 燻一燻以後 也很麻煩 因為你每天要燒水 要燒熱水 要燒燃料 後來又一種 就改變一種方式 就直接帆布蓋子 硫磺直接燻 它也是死掉啊 顏色更漂亮 後來到七零年代的時候 就直接黃色金燈就出現了 就直接 它就不要用水蒸氣了 但是它也就含有二氧化硫 到八零年代的時候 就有更好的方式 吃起來會脆 口感會脆 所以它是在用亞硫酸鹽 很容易去浸泡 浸泡之後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 但是 因為燻硫磺 它只是讓它主要是殺青 因為你不殺青的話 它還是會開花 所以你把它反布有沒有 你 你反布蓋著 蒸它 你把它用硫磺燻一燻以後 它只是表面上吸收到二氧化硫 但是它並沒有滲進去到泥面 所以它的含量不會超過國家標準 4000ppm 但是 因為你浸泡 放在水裡面 溶液裡面 整個是有一點點泡在像鹹菜這樣泡的話 它會脆 口感吃起來很好吃 最好吃的是 用浸泡亞硫酸鹽容易 像鹹菜的方式 它吃起來會脆 而且口感更好 更好 所以 但是因為 你當你拿到實驗室機檢測的時候 往往有時候都會超過4000ppm 所以我們 國家標準是定4000ppm 但是 我後來 我有一點點就是說 讓遊客來看 我們 金針的文化歷史 跟 你看到我們以前做 完全沒有檢出二氧化硫 怎麼樣沒有做出二氧化硫 所以我現在目前在走這個區塊 所以來這邊 阿你怎麼在這 在這 在這裏 在這裏好名喔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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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有就廢物利用,把它做成樓梯 然後從對面山,因為對面山是雙乳風 從那邊看下來,這邊就像,我又看不到 我又看不到海,又看不到什麼地方 你上面那個字是金針山耶 對,所以當時就像說一面鏡 只要像有一點,你站在高,我們站在低這邊 這個坡面剛好斜成這樣,然後就定一支鐵拉一條線 然後拿兩支水管比寬度 阿就兩兩對稱,以那一條線寬度的話,兩兩對稱,金針兩撇嘛 兩撇,一樣白長嘛 阿就以中線那個金針的中線,就在中線上 針就左右兩邊,針齁,金字旁跟十字架就左右兩邊 山就中線,也是中線,然後兩個對稱 所以是斜水全很正阿 在地上先鋤頭先寫出來 是這樣子寫法的喔 對,因為它只要,金針山後來我們才整邊阿 喔 這邊做 還要喝茶喔,這麼好名 這房子前面用道路做區分 我們人在這邊採金針和上面 早上採這邊下午採上面 阿這邊都是放給它開,這一片通通整片 所以遊客這邊有步道可以上去 這邊有步道 阿這邊不採的 不用不用,可以讓遊客自己來這邊看一看花 阿不用錢喔 不用不用,我們都開放給人家來看花 沒有,我們內心做的 阿在做什麼,兩個人 沒有阿,相親相愛 阿現在這邊也做主族阿 哪裏有嗎 喔,上面還有一個貓頭鷹喔 對 是 喔,以後要來這裡也可以找你就對了 對,可以可以,沒關係我都會 有時候我穿 我穿 我穿 你好 然後,我剛才做的那個量 你還沒有手機 欸,這張有吧 阿有有有 這邊有手機 阿在那些 呃... 由大人來 本來,最近是在擺